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地保留了吊顶电风扇 可以说是时代感十足的浪漫蓝车厢 也深深勾起了台湾四五六年级生 当年在去天通勤上班上课的点滴回忆 而目前台铁也结合旅行社共同规划 南皮节油号每天是一个班次 从屏东方寮往返台东 全线行进十四个车站串起的南回县 在地图上刚好就是一个微笑期限 那么达成旅客 你可以把沿途的壮阔山海景色 全部尽收眼底 而说起来 这次浪漫复始除了主打 复旧如新之外 其实更像是打造一项生活 跟文化的大探索 让不同年龄层的旅客们 也可以在这一趟南回之旅当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回忆 火车紧临太平洋前进 在南辽阔海岸线 看过去仍像是在无边际泳池 远离浪逃生 列车开始在群山间穿梭 壮观的景象十分震撼 这是护国神山中央山脉南段 夕阳西沉 从台湾铁路方山段的半山腰 享受国庆之南晚霞余晖 想要山间海滨 一次收集 感受这些得天独厚的美景 来趟蓝皮列车再适合不过 复古的浪漫蓝 在阳光照射下更显亮眼 去年停时的蓝皮普快车 在各方请命抢救 成功保留下来 改装为观光列车蓝皮解忧号 重新在南辉铁路奔驰 从出江湖的蓝皮客车 内装比起过去 变得又干净又明亮 但该保留的元素 一个都没少 甚至在加码 可开是复古车窗 尽管卡卡却很有时代感 也因为能开窗 乘客坐在窗边 壮立山海景致 尽收眼底 当列车开到爆红打卡热点 多凉战时 列车还会特地降速行驶 用缓慢的速度 让乘客保览台东蓝 漸层蓝色海岸 再配上一格格方形窗户 也像搭上动画片 身影少女在海上列车 重新触发蓝皮九二号 除了遮阳板重现之外 一定看到 包括了行李置物架 拉环 绿色皮椅 统统原汁原味重现 而修部团队说 蓝皮九二号最困难的地方 并不是换星 而是注重细节的复究 事实上 那个电风已经转了五六十年了 你说五六十年 让它继续转 那必须要下一番的功夫 就是我们老师傅 必须要去做 一些的一个整修 然后整修完以后 最主要就在碳刷 跟整个纸面 因为这是直流的马达 所以碳刷 它必须去更换更新 然后全部整修以后 让它继续的 在车厢里面 摇头白脑 为找回老火车给人的感动元素 台铁邀请铁道文史专家协助 修复团队坦言 电风扇款式 已经古老到市面上 每零件可买 只能请师傅特地打造还原 从设备到用色 逐一考证 这箱外观 必须先彻底刮除 成年修补痕漆 再层层防锈 痕漆 光喷漆 就耗上近两个月时间 确保穿上新衣的蓝皮表面 平整光滑 把它全部敲到建钢骨 然后这样子再来做一个补土 再来做一个 这个喷漆防锈 才会变成这么平 然后在这个安全上面 这也是一个考量 因为年代已久 所以它也有腐烂的地方 腐烂的我们也把它给切了 然后重新补汗 看不见的地方 为了结构安全 舌体骨架 也全面检查 和补修复 看得见的地方 注入了新活力 让每一名搭乘的旅客 都能体会复古的雅致 刚好符合近年大岁的文青怀旧风 当初这块板子 也是变成电脑的字了 那最后这次我们要 让大家继续的 有怀旧怀骨的感觉 我们请老师傅 帮我们用毛笔来写 这块板子是很有感觉的 现阶段蓝皮姐优号 每天一个班次 往返屏东方寮站到台东站 拉出一条双东微笑连线 缓缓体验 这段全台最多桥梁山洞的铁道 负责经营的旅游业者 提供套票与包装团体行程 串联屏东台东旅游资源 自身铁道迷蔡守仪 去年蓝皮车停驶前 单单一年 他就搭了三十多趟 满满纪念车票 好在有像他这样的铁道迷 发起了网路连数 才有机会看到蓝皮姐优号 继续在南迴縣运行 南迴縣风景真的很好 一般的列车就是密闭式的 没有办法开窗 然后去直接去欣赏风景 然后去很贴近的 大自然的这种方式 那蓝皮车是唯一一个是最适合的 所以他能够付试 其实对南迴縣 对发展观光也好 都是最好的 这些来台东玩的客人 如果能够搭蓝皮来 我觉得他是能够带动 一种所谓的慢经济的发酵 来到这边慢慢走 慢慢听 慢慢看 改由旅游业者经营下 蓝皮姐优号不只单纯搭车 行程也增加致名景点 像是到灌篮高手评交道拍照 重新起航后 热门时段销售量超过八成 整体买气相当不错 但台湾人喜欢追逐新鲜话题 怎么让这列车在蜜月骑过后 依然成为旅客 愿意一搭再搭的永续观光列车 正式国境开放后 吸引国际客前来 去下一个考验 如果长期下来的话 这样的模式不变 很容易新鲜感就没有了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以前蓝皮一直在跑南迴线 现在还是一样的南迴线 那是不是有办法去 扩展一些新的路线 包括说去跑北迴线 或者说一些甚至于制线也好 固定行驶南迴线 搭久了难免惠逆 铁道民建议 未来也可以考虑行驶其他路线 例如旧山县 花莲临港县 一样具备看山看海的优势特色 毕竟行驶到不同地方 也有各地的客员 不仅留住老主顾 更可能吸引新客户 停靠一些 可能一般列车 没有办法停的车站 增加一个就是说独特性 对 包括说像多梁站 那有可能防野站 甚至于更喊为人知的富山 富山后置站都有可能 呼吁蓝皮解忧号 要多创造独家感 开到一般列车 不能停靠的地方 如此一来 旅客才会觉得物超所值 非搭不可 我们其实在规划 春秋两季 跟夏季的停靠的时间 发车的时间点 会不一样 原因是因为气候的关系 那因为蓝皮本身 它没有冷气 所以我们也必须考量到消费 整个体验的问题 以及跟在地的结合的问题 只是对台铁来说 几个秘境车站 仅是耗制用途或检疫站 甚至早被废弃 一来没有适合上下车的地方 二来列车在此交汇 或是快速通过 旅客趴趴走 也有一定风险性 加上南徽铁路 大部分路段都是单轨路线 单线双向运转使用下 车次有限 载客运能难以突破 遇到事故更可能中断瘫痪 多一列走走停停的 蓝皮解油号运行 也是个负担 如何再突破 要寻求双方共识 疫情肆虐全球 后疫情时代的台湾 先持续提振国旅 再布局冲刺国际 为日后启动跨境旅游 奠定立足点